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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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喜歡手龍門的原因是 對方前鋒起腳準備進入那一刻 我就將個球接住了 將整個局勢扭轉 這種成功感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就這麼喜歡手龍門 每個星期五,林俊偉回到元朗商會小學 自己的母校教私底踢球 出色的球技,真心的教導 成為每個小朋友心目中的足球偶像 不要用手,繼續去 對了,張阿神,好厲害 好厲害,好厲害 林Sir的射球技術很好 他的手籠很厲害 他的踢球很帥 射龍門很厲害 射球很大力 會轉球 應該要為林Sir加油 足球其實是我的命根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習慣了 一個星期踢七日球都不悶 還記得小時候遇上沙士 學校有半年假給我們放 我就在學校附近 在街場踢球 踢足八個小時 球技就在那裡練回來 我還記得小時候 其實夢想是 在英超球隊阿仙奴效力 做一個出色的守門 好厲害 踢球呢,讀書好 能夠走到今天對於阿惠並不容易 除了機遇 也很需要個人的努力 才可以改變命運 林俊慧本身來自單親家庭 家裡不算富裕 僅靠媽媽一個人打工養活 雖然熱愛足球 但媽媽很緊張他的學業成績 要繼續踢球 必先要讀好些書 中三那一年 就由私樓搬到公屋 突然間沒有了會所 住公屋 房間小了很多 我才知道原來家裡的環境 是比想像中差的 原來之前住私樓 是媽媽一直問朋友借錢 去堅持住 想我有一個好一點的環境成長 讓我成熟了才來公屋住 後來媽媽因為要還這些錢 到我讀大學之後 才可以還清這些錢 我就知道原來家裡的環境 是比想像中差的 她自己小時候幾歲 她就自己參加了足球興趣班 去受訓 之後就經常拿著球 周圍去踢 逛街買東西 全部都是關於足球的東西 那個阿仙奴她最喜歡的 看到阿仙奴那些東西 她眼睛就發光了 還有打遊戲 全部都是打足球遊戲 沒有別的遊戲 打十次都不會有一次是別的遊戲 她也算保持得不錯 如果說小學來計 她平均都考到全級十名以內 只是試過有一年 不知三年或四年 就跌了去十四 我就跟她說 你再參加我 我就會減肥你的訪問活動 因為她很喜歡運動 我說如果一減肥 我就減肥你踢球 然後她就說 你不要減肥我踢球 我會用心讀書 最後兩年就追上來 我很希望她得到一些成績 得到別人的肯定 因為我覺得她很喜歡這件事 她是從小到現在這麼大 她都沒有變過 有兩件事沒有變過 就是她喜歡阿仙奴 和喜歡打足球遊戲 她到現在都是這兩件事 沒有變過 如果她這麼熱愛一件事 如果她得到一些成績 我想她會很開心 要保住成績 阿偉只能夠斷斷續續參加訓練和比賽 因為出席率低 代表香港的機會經常擦身而過 亦成為了阿偉人生的遺憾 直至她中五那一年 全國學生運動會的出現 我記得中三那一年 我第一次入選了香港的代表隊 那時候因為要讀書 就成考試沒得去練球 後來出席率不夠 就沒得再去跟操 我就很後悔 亦都不開心了幾年 結果中五去選全國中學生運動會 正值公開試 我記得當時有三幾位龍門 就是我競爭對手 大家實力都很接近 後來有一個龍門 可能因為公開試壓力比較大 他經常因為考試缺席 那時候剛剛是公開試 我都要溫習的 不過有時就跟媽媽說我去了溫習 其實我就去了練球 一個禮拜都要練三天 再加區隊兩天都練五天 後來因為我的態度比較積極 和出席率比較佳 教練就想認識我 就讓我去內蒙古 參加全國中學生運動會 我記得第一場比賽開始之前 教練就問每一個球員 為何你想代表香港隊 那我就很單純 那時候我就說 因為我想貢獻香港 其實我的心就是這樣想的 可能隊友會笑我 但到這一刻 我這個理念都是沒有改變過的 我都是想貢獻香港 在足球界上 足球路能夠從區選 正式走向代表香港 全一位亞偉能夠遇到 他生命中的百樂 楊Sir 免勞和協助他踢足球之餘 又可以入大學讀書 他小小過大約十三四歲的時候 在元朗地區的訓練 青年青年訓練裡認識他 他小小過就已經跟我 在那裡訓練 直到他十七八歲 其實他踢球不是說很有天分 不過他就很專注 很投入 還有他很認真去每一次訓練 他差不多每一次的訓練都會來齊 也都很勤力地去彌補他自己的缺點 他有時候的高空球比較弱 他就會很努力地訓練 最後都可以做得比較好 所以所為區很多青少年都 其實家境不是真的那麼好 有些就會單親家庭 甚至乎 阿偉就比較特別 他踢球都OK 他其實讀書也是挺好的 在訓練的時候 我跟他聊天 都發覺他其實有興趣繼續學業 但也不想放棄他的興趣 我們就跟他鋪排了個路 他真的不辭勞苦 當時他去九龍區訓練 一個禮拜練三天 但其實他又要讀書 他很勤力 他的勤力就令到他 得到一個學校代表的機會 然後就透過了運動員計劃 他也得到獎學金 就可以繼續在他的訓練之餘 也得到獎學金 去維持他的生活 又可以繼續發展他的足球事業 他是一個在天水園區 比較現在這個年代 比較少有的小朋友 他的責任心很重 某程度上 他是太過有責任心 可能有時他對自己的失誤 會更加於懷、自責 但這件事對他來說 有一個好的影響 因為他會不斷地 希望改善自己的缺點 去練好他 過了十八歲之後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教過他 其實現在見到他 他的缺點已經改善了很多 林俊偉最終深遠以上 以後備農民的身份代表香港上陣 比賽結果雖然香港輸了 但付出的汗水 總算為他帶來美麗的回憶 之後他更以運動員身份 成功考入大學讀書 足球帶給我很多很多 如果不是足球 我相信也不會有機會 以運動員的身份 入讀中文大學讀經濟系 另外足球也讓我 可以得到基金的資助 去繼續完成我的夢想 在2013和2014連續兩年 阿偉獲得運動員希望基金的贊助 分別得到五萬和三萬元的資助 這筆錢除了幫補他的生活費之餘 亦給他在足球事業 以另外的方式延續下去 阿偉參加由大學生發起的二教活動 去到鄰近貧困的地區 教當地小朋友英文 在得到運動員希望獎學金之後 我就比較積極去參加 不同的二教活動 去過尼泊爾 馬來西亞和廣西等等的地方 我記得每一次去 我都會帶一些足球 或者足球的裝備 給當地的小朋友 因為我有點感觸 我見到一些小朋友 拿紙包著 就當足球踢 其實物資上有點短缺 我覺得足球 是一樣可以帶給很多人快樂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帶足球過去 或者教識他們玩足球 希望和快樂傳給他們 不單止這樣 去靠基金的資助 投考香港足球總會的教練牌 將自己的經驗回饋社會 其實我的目標是 考到一個龍門教練牌 考龍門教練牌之前 其實涉及到三個教練牌 每次報考教練 都要一個教練費的負擔 還有完成了一個教練牌 要去做實習 做實習就涉及到 得很微薄的居馬費 甚至乎有時是沒有的 幸好運動員希望基金幫到我 我就不需要去做那麼多part time 去維持我生活所需 我就可以專心回到 在我教練事業的發展 去用基金的資助去報考教練牌 以及去做實習 我就可以舒緩到財政負擔 專心在我教練事業的發展 林俊偉現在是中文大學足球隊的隊長 今年將會是他畢業前 最後一次帶領球隊參加大專比賽 雖然我最後踢不到英超 也未代表過香港的A隊去比賽 我仍然很喜歡足球這項運動 畢業之後無論從事甚麼工作 我相信我的生活都離不開足球 我會看著我 我也要 pc 我想要是一步 足球為我帶來希望 我也想把這份希望傳給其他人 知道了